大家好,欢迎收看健康答疑,爆破大讲堂 我们是由五个医生组成的自媒体,我是主持人夏侠 今天我们来说说,每天晚上都要喝二三两白酒 请问这样对身体有好处吗? 医生告诉你,在评论区回复喝酒 我们医生每天下班后其中一个时间和大家在评论区交流 关于喝酒的那些事 每天晚上喝二两白酒,到底对身体有没有好处? 这的确是很多人想问的问题 无论是为自己问,还是为家人问 因为在现实世界里,的确有很多人平时有晚上喝一点白酒的习惯 无论是二两还是三两,总觉得喝一点比较舒服 有人甚至说这样能够解乏 那么真相是这样的吗? 2018中国高血压防治指南是这样认为的 如果没有饮酒习惯的人,尽量不要再培养饮酒习惯 说白了,不喝酒最好 如果对于那些有饮酒习惯的人来说 喝酒最好戒除 实在戒除不掉的,可以考虑每天白酒摄入量不超过一两 红酒不超过二两,啤酒不超过三百毫升 如果按照这个标准看 每天晚上喝二到三两的量,是不是属于超标的呢? 这样肯定对于健康无异 而近年来更多的临床研究显示 最好就是不要再喝酒 任何尽量的酒精摄入都对健康没有好处 也就是说一点不喝最好 要是这样看,我们更加应该戒酒 滴酒不沾为最高健康标准 好了,各位亲爱的朋友 今天我们就先聊到这里了 如果大家有什么疑问,可以关注我 或在下方评论区留言 我们医生每天下班后 其中一个时间和大家在评论区交流 关于喝酒的那些事